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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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收看《政政有辭》 現在當然全世界的局勢 大家會關心 烏克蘭和俄羅斯 到底怎麼樣了 前一陣子台灣也有一些地震 但好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好消息 讓大家在這時候心情會好一點點 大S跟俊姬葉兩個人 OK 那20年不見 然後結婚 後續一直不斷的有一些訊息 包括前一陣子你看到 汪小飛那一副 一副有點感覺上 怎麼會這麼落寞的樣子呢 留了鬍子 然後開這樣一個直播 而到底大S跟汪小飛之間 當初是怎麼回事 好 張蘭跳出來直接講了 張蘭直接終於說了 不要全部都扯到婆婆頭上 好吧 那他們兩個 就是這個感情有問題 是這樣嗎 難道都沒有婆媳的問題嗎 那可是你現在再來看 包括大S跟俊姬葉來講的話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小兩口 生活當然是一直這樣生活下去 到底要在哪裡生活 未來事業上又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你會看到這一個愛情故事 愛的真的是跟一般我們常人來講的話 閃婚已經有很少人能做了 再加上後面 張蘭也一直不斷的在講這些話題 這話題還會延燒多久呢 那後續又會怎麼樣 聽聽看現場來賓的分析 好了 一開始我給你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左手邊第一位兩性專家苦鈴哥 大家好 律師謝時捷 大家好 右手邊第一位資深媒體人許成梅 大家好 資深國在小葛 小葛好 大家好 勝美 這件事情我們講 請上請求程序發言 請說 怎麼了 因為聚俊葉實在太奧口 對 是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建議我們叫他小聚 因為一來他確實是小聚 二來他跟小菲 小聚小菲大S OK OK 小小大 對 很聰明 好 同意 你要叫庫隆 庫隆也可以 OK 小聚 我覺得叫庫隆會比較好 因為我昨天剛好跟大陸的同事 在1983年的 我問他你們知道庫隆是誰嗎 他們完全不知道 對啊 他文化跟台灣完全不同 庫隆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 我大概國中而已 但是我那個年代是 我買的那個CD的 我買得到的 我有買 但大陸完全是沒有這個消息 所以他們庫隆在那時候 當紅的時候大陸的人也不熟嗎 完全不曉得 對 庫隆這個團體在大陸沒有紅起來 OK 好 你可以叫很繞舌 如果你可以唸的話 當然聚俊葉 如果你覺得小聚OK 庫隆OK 好不好 好 開庭了嗎 開庭 對 請問一下 為什麼張蘭 張蘭為什麼要一直在這裡面 有扮演角色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 好 那就大S跟小聚兩個人 就開始他們快樂的日子了 可是前兩天還記得嗎 汪小菲那個直播 顯然張蘭大概真的是心疼嗎 所以他直接講說 對 不要全部都講說是他們 跟婆媳沒關係 這小蘭口感情問題 如果真的是像他這樣講 誰的感情問題 是啊 而且連我都愛上了 藍姐的直播了呢 好恐懼喔 聚俊葉與大S在豪宅裡面 豆瓣花竹葉的那天呢 藍姐在直播當中賣牛蛙 而且他那個牛蛙 他就一邊吃著牛蛙 底下所有的留言呢 就開始就說 小菲比你們那個韓國貨好多了 他們都叫韓國貨貨老泡菜 不是我講的 然後等一下就一串的留言 你知道藍姐一邊吃牛蛙 一邊就忍不住 那個時候就按讚 那句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小菲比韓國貨好多了之類的 藍姐超忙的 那你知道你們這些人就閒著沒事 他賣的是牛蛙 你們偏偏就是要問他 就是說問了一堆有關大S的事情 那這段時間 藍姐每天都直播 他也都有回答大家問題 包括呢很多網友就說 你為什麼不要回孫子 他說怎麼樣啊 孫子在台北啊 其實我也很想他們在我身邊啊 可是現在就要不回來啊之類的 那接下來這幾天又有網友就問說 為什麼大S會跟小菲離婚 該不會你們婆媳關係不好吧 你知道嗎問到痛處了 好 藍姐真的勃然大怒 他說 大S嫁的人是汪小菲 他不是嫁給我 我跟他並沒有住在一起 小兩口過不下去 是因為感情出狀況 所以永遠跟婆婆沒關係 你還稱自己是婆婆咧 對不對 怎麼搞的 3月7號的時候不是還講 他只有一個媳婦嗎 是啊 是啊 那永遠的媳婦吧 對 然後3月8號人家要嫁人 是 但是他這次講得更多了 他就有點揭發 這個兒子為什麼會跟前媳婦離婚的原因 不是你們想像跟婆媳有關係 跟我藍姐沒關係 我吃我的牛蛙 好嗎 你知道底下還有網友說 藍姐 你這不是讓大S難堪嗎 大S都吃素 你在那邊吃牛蛙之類的 這戲就非常好看 然後接下來藍姐又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人生要有四種人 四個貴人 一個叫名師指導 也是啊 你做生意的嘛 貴人相助 這些網友不懂你的貴人嗎 是不是 來 親人支持 小飛就是最支持你囉 來 第四個 小人刺激 我們的事業 這個人生的過程當中 小人就會刺激你成長 這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幹嘛一定要提小人刺激呢 小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另外有一個人戲份更多 我不是講最近留了胡渣的汪小飛 汪小飛 怎麼回事啊 你知道嗎 他跟大S官宣離婚之後 他就很憤然的 就告訴大家說 我不叫汪小飛 其實我叫汪少飛 是當年呢 我媽幫我娶了汪少飛 但是去報戶口的時候 可能是有那個沒有講清楚 少寫了一撇嘛 香音吧 是不是 應該是少飛 就寫成小飛 然後呢 叫著叫著 然後大S呢 就說小飛好聽 我覺得叫小飛比較好 所以後來就變成汪小飛 那離了婚之後 他要把你知道 跟大S有關的東西都撇除 所以他就在他微博上面 就宣布說 不要再叫我汪小飛 我叫汪少飛 那感覺是不是就是 我就是跟我的前妻 已經分割了對不對 現在前妻跟人家結婚了 他馬上微博又說 我叫汪小飛 那個汪少飛刪除 這男人有事嗎 我不敢講有病 有事嗎 誰管你叫什麼 只是你怎麼那麼奇怪 你的前妻嫁人了 你就說我叫汪小飛 還去你們之前結婚的地點 那邊喝酒 不就覺得難以忘記大S嗎 而且那個日子還是挑那一天 是 那但很重要的是呢 你知道有一個 就形容是要取關 取關的意思就是 我取消關注 或取消追蹤之類 他跟他的前妻之間 其實取關 取關意思就是說 其實沒有什麼聯繫了 那你為什麼又要 叫回這個名字呢 所以現在你到底叫汪小飛 汪小飛 我們是搞不清楚 但是你這個動作 就讓大家覺得 你怎麼對大S念念不忘啊 那你們每天都有不同的戲份 而且這個戲自己加得非常多 葵哥你感覺起來 好像張蘭 就張蘭在這整個裡頭 明明就大家就已經好 就算這個離婚也跟你沒什麼關係 可是為什麼在這過程 就是好像大S尤其在跟小劇之間的這個婚姻裡頭 張蘭好像一直有戲嘛 一直什麼 那個笑到最後的才是贏家 然後這次又出來 那四個人裡面有小人刺激 或什麼 他到底要講什麼啦 我先批評一下張蘭的兒子 黃小飛 少小離家老大回 你現在還叫少飛小飛 你就是個老飛我告訴你 那其實這個男人的心態嘛 我不要的啊 就現在有人要了 我這受不了了 我一定要表示 對啊 如果不是有這個小劇 你橫風出世的話 他根本早就去玩他的了 他又忽然發現 所以人有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 失去以後才會 當發現他另外有人的時候 你才會突然覺得 怎麼可以 對啊 我不要的 你居然撿去 還當寶貝 奇怪 你都離婚啦 問題你都離婚啦 沒辦法 人就是這種個性 所以我先批評他一下 然後我要替張蘭講話 你們對張蘭太不公平了 張蘭講得很有道理啊 人人需要四種人啊對不對 對 民事指導 貴人相處 親人支持 小人刺激啊 像我多感謝我前妻啊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張蘭是誰 張蘭是誰 沒有大S有張蘭嗎 誰認識張蘭 你就是趁張蘭的 趁大S的飯吃啊 沒有大S 你不做大S的婆婆 你怎麼直播 你怎麼賣牛蛙 賣蠍子 賣蛙哥 什麼賣蠍子 蠍子啊 對啊 所以 所以你就是趁她的嘛 為什麼她是你永遠的媳婦 因為你換了別的媳婦 沒人理你了嘛 所以誰最不希望 小飛跟這個大S離婚 就是張蘭啦 對啊 他一心一意的 要維護他們的關係 因為他才能坐實這個婆婆 才能夠賣東西啊 才能夠有人關注啊對不對 那你問題是 你這兒子就這樣亂搞 就沒有把老婆顧好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張蘭其實是沒有錯的 對 他是愛兒子的 他也是愛媳婦的 他也是愛孫子的 他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你們不要只要夫妻不好 就怪婆婆啦 上次王力宏也怪婆婆 這次又怪婆婆 婆婆沒有那麼糟糕啦 婆婆是冤枉的 婆婆是受害的 你看他現在牛蛙賣不太出去 不過剛剛苦林哥就講說 對 所以他為什麼感謝他前妻 一定就是剛剛前面的四種人前兩個 就名師跟貴人 OK 那但是你現在看 你現在看這件事情 小葛 你跟張蘭熟嘛對不對 不是嗎 他上次還點名說要告點 你熟啊 不是 這件事情我說實話 因為當大家在關注到 你說關注到骷髏的時候 關注到大家死來的時候 大家那個時候目光交點 最近等一下我們會聊 大家算是低調放閃型的嘛 有沒有 在那個調酒 放出來什麼這些 可是張蘭為什麼要一直不這樣 那汪曉飛 汪曉飛的那個造型這些 是真的在改變形象嗎 我說真的 你說 你說大家也是低調 這個只是一個形象的操作 如果真的低調的話 今天這個結婚會爆出來 你還在三八婦女結 就說你們兩個自個結你們這個的 你不曉得誰知道 對啊 怎麼會突然這樣爆出來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講說 剛剛大家在講說 汪曉飛跟大愛死有沒有聯絡 其實我接到大陸一通 非常非常非常緊要關頭的電話 接通電話打來的對方 是汪曉飛那邊的人 他有人打電話來給我 他就透過關係嘛 就問到我的電話這邊來 那個時候汪曉飛是講說 他其實跟大愛死 一直以來 從離婚到今天一直以來 都有聯絡 但是我那個今天的意思是 在庫隆還沒有出關之前 出關之後有沒有聯絡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是在出關之前 怎麼個聯絡吧 對 就是每天都有電話 因為你小孩子的關係 所以他們說他們沒有交二 他告訴我兩個人的關係沒有交二 還有一個禮拜每天大概都有電話 都沒有問題 我們不像外界講的那個樣子 就是希望說我不要再去抹黑他 或是在外面講說他是怎麼樣子 我其實也跟他講說 其實我沒有講什麼 都是你媽媽說的 他就說我媽媽不能代表我 他曾經也在微博上面有講 包含張蘭女士都沒辦法代表 她我的發言 所以有時候他有講到一點就是 他其實跟他媽媽他說我跟我媽媽 最像的地方就是心智狗快 看到什麼見什麼就姐姐講什麼 對 所以張蘭其實就是 最大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眼睛見到什麼事情 他在姐姐講出來 他沒有講到後果的 他沒想到現在是發生這個樣子 後來人家的婚姻變成是一個 生死一個局已經訂了 就訂了人家已經嫁人了 所以他們現在最主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形象 能撫平他們的形象 所以現在汪小飛打電話來 透過朋友的關係 到這邊來跟我講說他希望 能把他的形象安撫下來 不要再去做刻意的抹黑了 那他的形象要安撫下來 是告訴大家講說 要講些什麼 講說他其實沒有像大家講的 那他的造型那是什麼意思 他們為什麼要留鬍子 然後北京的結 同情牌嘛 就是同情牌 你想在他們還沒有 就因為還沒有發他們要結婚之前 那個時候不是張蘭也出來講話了嗎 講說你說我們家汪小飛 怎麼會從軟男變成是渣男 你們都沒有責任嗎 那個你是誰 大家可以去想 應該跟S脫不了關係 他說你都沒有責任嗎 對不對 那時候汪小飛還有透露一件事情 講了什麼呢 他講說他其實在大S的面前 做也不是 讚也不是 他用這幾句話來形容 為什麼 就是他做力都沒有辦法 就是說我在怎麼做 都是你不對 都是你看得不爽 所以他只好自己選擇退出 他是回去大陸 你比較舒服 所以他們感情是 很早以前就出現狀況 所以真的像張蘭講的 不要什麼都推到有婆媳問題 沒有 所以他們兩個感情有問題 我補充一下小葛剛剛的說法 因為我這幾天 就把當時大S跟汪小飛 他們去參加幸福三重週 大家知道嗎 那個節目上另外有一對 現在也是沸沸揚揚 包括江洪潔跟扶淵愛 然後其實那個節目很好看 那我先講就是說 其實小葛剛剛說了一個重點 我也覺得其實大S跟汪小飛之間 不是因為有外力介入 是個性真的嚴重不合 其實當時 因為他們就是閃婚 他們認識49天就閃婚 那大S在節目上曾經說過 你為什麼喜歡汪小飛 他說他覺得這個男人好棒 他說如果有一桌菜在我們面前 汪小飛會把那個大S 喜歡吃得趕快送到他面前 就是很貼心 拜託 那個我們國中就會了好嗎 這算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結婚到變成二寶爸媽的時候 那個就是那個節目上有那個 就是汪小飛就騎腳踏車再大一次 你知道那個男人 你們結婚久了就是這樣老夫老妻 他在前面騎車 那個大S在後面扶著 就快跌倒了 然後老婆結果還說 我都快跌倒了 男人還是繼續騎 然後大S就說 你看他這麼的不貼心 這麼的不懂老婆 意思就是說你這種男人什麼 你之前不是就講他很貼心 這個節目上了一些那個 但是其中有一個梗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說 因為這是個實境秀 然後他們就拍到大S清晨起床 然後他會在那邊煮飯 然後汪小飛一起來看到老婆要煮東西 就很緊張 他就看著那個老婆不知道他要幹嘛 然後大S就說 你沒看到啊 我清晨就起來幫你煮飯了 我今天呢 要包壽司給你當早餐 然後你知道這個汪小飛就很忐忑 就想說老婆為什麼突然要做這個壽司 大S就說我告訴你喔 我從來沒有幫任何人做過壽司當早餐 意思就是說你就給我記住 等一下就要好好吃 然後做完之後就有兩大條壽司 你知道嗎 那不是日本壽司 是韓國壽司 你們看 然後夫妻的對話是什麼你知道嗎 大S就是瞪著汪小飛又說怎麼樣 好不好吃 然後汪小飛就說 我有沒有去過韓國 我也不知道韓國壽司長怎樣 好吃嗎 好吃好吃好吃 然後你知道那兩大條壽司 大概有大概十幾塊 汪小飛吃了三塊之後就梗住了你知道嗎 因為又很緊張就梗住了 就說老婆我飽了 然後是嗎 你為什麼滿臉的扭曲 你是不喜歡吃嗎 我喜歡 然後他就繼續把韓國壽司給吃完 我一直塞一直塞 那韓國人都是這樣吃壽司 你知道大S就一副是韓國通 對 韓國人就是這樣吃壽司的 你就看他們彼此的那種互動已經很緊張了 所以很多人講說其實他們的婚姻 應該幾年前就出狀了 那如果我阿嬤就不會了 三百多年會早上吃壽司 冷氣氣 要上身體你知道嗎 韓國壽司耶 你不知道 冷的耶 他還叫他老婆壽司 你不用為了吃韓國壽司 就把韓國龍搞過來 韓國龍搞 不過現在看起來 好 如果講到康榮這一段 盛美 我問一下 有人去分析說大S跟康榮這一段 婚姻到目前為止 他是做什麼樣的一個分析 大陸有一個資深的媒體人 然後他的分析於十億 我覺得他飛行得很好 他認為大S跟聚軍院 有三個難關要過 第一個當然就是移民問題 這個我們在節目中討論過 可是我覺得余十億的 形容非常好 他說大S跟聚軍院 女人嫁給了愛情 男人找到了金主 不是我說的 但是還滿貼切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你們要去哪裡生活 因為一度是說聚軍院說 而且他很興奮說 要把大S跟小孩帶去韓國 他會這樣子跟媒體說 就表示他們有討論過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 聚軍院有可能在台北生活 那你在台北生活 你是把媽媽帶來這裡嗎 這也是個問題 那再來如果寒暑 要不要把孩子也帶回去韓國 然後跟自己的媽媽見面 這個將來都是 他們要面對所謂的移民問題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一直在討論 就是婆媳問題 聚媽媽都還沒有發言 那有些人認為說 這是好事 是因為聚媽媽不會說中文 那大S就算會點韓文 也沒那麼流利 所以婆媳最好語言不通 對你就笑就笑咪咪咪就好了 對不對 第三個剛剛就大家講的財力問題 大家也知道 因為各位你知道 其實愛情也是現實的 各位20年前 庫隆的聚俊業 他的知名度高 他的收入比大S高 所以大S就在腳踝 刺了一個9 還被聚俊業笑說 他那個韓文不通誰弄錯之類的 那種態度就是有點男高女是低的 那現在20年之後翻轉過來是 大S有6億多的身價 聚俊業可能就是 台幣大概八九千萬的身價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聚俊業在二月的時候 就在無名指也賜了一個戒指 那現在狀況又是女高男比較低 因為不論是知名度或者是聲勢 那兩個人在經濟上的問題要不要去溝通 要啊 這是不是三個難怪 所以古林哥這三個真的是很大的難題嗎 這怎麼會是難題呢 你們太小看大S了 第一個移民 大S絕對不會去韓國的 看誰要跟我賭 我在說 我去韓國 我不要跟你賭 你們祖母在這裡這麼好過 我去韓國 所以這第一個就不成問題 第二個婆媳問題也不成問題 婆婆什麼時候強勢 兒子強勢 婆婆才強勢 你現在兒子都弱勢 人家大聲音 巨媽媽為什麼到現在沒聲音 你兒子現在是弱勢 是你低 所以你覺得他們兩個人之間是 大S跟他確實是有這樣的 當然 你怎麼在手指上刺親 你搞什麼幼稚玩意 你為什麼不掛個三顆拉鑽金 然後另外拿一個 說大S這就是給你的 這才像個男人嘛 對不對 刺什麼親啊 幼稚 你也真的不要吧 所以婆媳問題沒有問題 告訴你巨媽媽不會 巨媽媽sharp always forever 第三個財力也不是問題 為什麼 大S最成功的就是理財啊 對不對 你看大S跟這個 所以男女分得好 錢分得好就分得好啦 因為王力宏就錢分不好 就弄成這樣嘛 所以你看小飛跟這個大S兩人 沒有出一句二言 為什麼錢分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沒事嘛 那小飛的錢我都處理得好 你小巨你那的錢 你台北買的房子都不夠 我還處理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注意嗎 大S喜歡什麼樣的男人 喜歡媽寶 小飛是媽寶 小巨也是媽寶 因為大S就是媽 媽就喜歡處理寶 你能說他們兩個都是 跟媽媽關係比較密切 比較親近一點行的 媽媽會在那邊大學大學家發表意見的 那個對不對 像我帶你女孩子回家 我媽從來不吭聲了 對啊 好好有就好 所以我跟你說 移民不是問題 薄薪不是問題 財力也不是問題 玩膩的才是問題 對 你的意思是說怕擔心 沒有辦法長長久久 當然嘛 當然很難長長久久 閃婚閃得進來也閃得出去啊 可是他跟王小飛49天的閃婚 也維持了這段婚姻大概89年吧 10年 那也有10年耶 這個會慢慢衰退 所以那個小飛如果你真的難過 我也勸你不用難過太久 因為那個大S手機是不會換的 你說不定三年五年就可以打給他了 你為什麼這麼不看好人家 他們兩個錢 所以你覺得這20年沒有聯絡 現在這樣的閃婚 真的不足以構成 未來長長久久的基礎啊 根據我在國安會朋友的資料 他們兩個的通年紀錄 是在他離婚之前不是之後 他們兩個的通年紀錄是在他離婚之前不是之後 你們真的相信20年沒有聯絡 打個電話就結婚了 通話還不夠 不是連小葛 師生狗仔小葛都沒有這方的訊息 我們當然相信他離婚以後兩個才聯絡的啊 我們就相信我們想相信的東西 這麼難 這世道這麼艱難 疫情那麼嚴重 打仗 戰爭 饑荒 總要有件開心的事嗎 這件事不是很美嗎 這一個美麗的童話嗎 大家就相信了 所以小葛他是菩薩心腸 他都不把真相說出來 不然你問他 其實我們還帶著苦林哥講的 那是推論 推論我接受 但我就說你不能確切講是這樣 有人覺得是 有人覺得不是 所以我們是國安會嘛 國家經驗 其實我一直認為說 他們的婚姻啊 能不能走下去 不是王曉飛的大S 是小葛他能忍受到什麼時候 忍受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坦白說 大S真的不是常人 他不是常人 我們再講一點 小葛認識他的時候是20年前 20年前的大S 是青春無敵的一個小女孩而已 對啊 就是很天真 他現在不是喔 他現在身家破億 破億以後他根本現在 跟十七拆核是差不多的 這完全就是 我們不能說野蠻 我們只是說他的 很倔 掌控權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一個韓國來這邊 也許你現在都民約個十天 你現在關十天 關七天嘛對不對 他們就是自主隔離七天嘛 七天後出來有沒有笑臉 我覺得那還不一定喔 真的還不一定喔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以大S的個性來講的話 還有加上這個老公也大概50多歲了嘛 所以我相信他媽媽 其實不會管那麼嚴的 50多歲還讓媽媽管著 我覺得不太可能吧 那不像王小鋒 王小鋒是不是還年輕 大概是自己就講了嘛 他還年輕嘛 而且更何況他身邊又出現一個 更年輕的女孩子對不對 那這個小劇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財力絕對不是問題 我覺得是小劇 他的忍受能到多少 因為我們對小劇的了解 並不多 每個人都並不多 我相信連韓國的記者不多 因為他這麼久沒有發片 沒有出來了 突然一出來就說跟大S結婚 對啊 大家也很驚訝啊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志姐 在你自己書間裡面來看 第一個 我不曉得有沒有說 你的當事人裡面也有閃婚 然後結果後來婚姻 然後結果後來跑到這邊來諮詢的 這是一種 OK 另外還有一個狀況 就因為這裡面牽扯到 剛剛講婆媳或所有這些 社會連小劇的媽媽 那像小哥講的 不要說大家對小劇沒有這麼熟了 那對他媽媽當然更不熟了 所以在未來像這些的話 你覺得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要提前討論嗎 首先第一件事情 閃婚是一個問題 但是即使是不閃婚 在現代社會裡面 也其實也都是問題 就婚姻都有問題 對 有的時候我們做律師的客觀 去看人家離婚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問號 律師跟當事很久了之後 有時候變朋友 就可以問一些很私密的問題 在遇到婚姻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你為什麼會愛上他 那大S是二十年前去認識這個庫隆 那他當時認識的他是真實的庫隆 還是大S腦袋裡想像的那個帥哥 因為我們看那個以前大S的那個影片 就他訪問庫隆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臉就是迷媚的樣子 所以可以感覺出來 他就是喜歡這個外型的男生 但是你真的你在跟他交往 尤其兩邊語言有隔閡 然後又有分隔兩地的時候 你在跟他講話 或他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腦袋裡面投射的人 是真實的他嗎 所以第一時間你認識的他 其實就是有問題了 我們在看很多離婚案件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說 你覺得現在在婚姻裡的那個他 跟你當年認識的他 你覺得是同一個人嗎 然後當事人會說 我覺得我愛上的是我的幻覺 其實他從來都不是這樣 OK 所以我覺得大S本身就有很大一個問題 好 即便是你認識的是正確的他 就二十年前 經過了二十年他還是這樣嗎 他的皺紋變多了 他的心靈沒有變嗎 就他整個可能是換了一個人 你們這些律師 怎麼都搞得跟心理諮商師一樣 你就幫人家把婚姻辦一辦 離婚辦一辦 辦完就準備辦 下一個離婚就好啦 這是善良的律師 不是只講個錢對不對 講個世界沒有 對對對 謝謝苦林哥光好說 其實做律師最好玩的是 人性的那個層面 當然 就是人性才會讓你覺得 像萬花筒一樣 這是變幻無窮的那個部分 大S這個婚姻 我個人客觀看 我會覺得問題非常的大 真的喔 當然是很大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到 在台灣到現在還沒有登記 是因為婚前協議還沒談好嗎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婚前協議在台灣的法律效力 對 不過字姐 如果真的這樣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大S畢竟大家自己有小孩 然後你說庫隆他的媽媽會希望他生小孩 其實一般來講就像這種再婚來講的話 包括跟小孩之間 當然這是姻親關係或所有這些 在實務上面的話 又會不會有特別要注意一些什麼 傳宗接代是一個大問題 尤其是到庫隆這個年紀 好 然後 你懷疑什麼 擔心什麼 你應該是 因為說大S這個年紀吧 大S這個年紀 大S還有機會生 你看林志玲 我說到了50幾歲這個年紀 你再不生 即使是男生 都會要面臨更年期的問題 男生有更年期 更何況你到60歲 你再生小孩 你帶得動嗎 如果要生是不是要趕快生 那大S跟庫隆 針對這件事情要不要溝通 到底是大S瘋渡了 還說大S願意在這個年紀 為了庫隆再生一個小孩 那如果說 大已經說不生了嘛對不對 大S在第三胎的時候有流過產 對 有流過產 OK 好 那如果是雙方達成協議 就我們兩個講好不生 那這邊有一個就是一直沒講話的 就是所謂的巨媽媽 她可以接受嗎 我們她就絕後了 小巨在韓國沒有小孩嗎 她沒有結過婚 除了法定的小孩之外沒有 她都跟媽媽都一直住在一起 對 沒有結婚 沒有小孩 對 你50幾歲沒結婚沒小孩 你現在找我們大S來生 你當我們大S是什麼 生產工具 你當我們做生產工具就算 你還幫我當生產工具 騎士女性 我只能說大家都有不同面向的一些解讀 當然都希望這個婚姻能夠幸福美麥 可是有很多問題 當然需要討論 盛美 我們正面一點好不好 因為最近不是他們放產 除了那個什麼科的戒痕 還有一個就是大S他有算 我剛剛跟小哥講那個低調放產 就是那個調酒 那一段 那一段是不是其實大S也是在告訴他 生活有隱含告訴他 他們這一段 戀情是怎麼再復燃的那一段 是 因為巨菌營業 他隔離出來之後 還有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對不對 自主健康管理之後 他就可以跟朋友見面了 按照我們的規定 所以大S很難得的 因為除了3月8號他們官宣結婚之後 大S其實沒有任何的消息 也沒有任何的動態 也沒有發表任何的一些具體的說法 那這一次他是主動PO了那個照片 那這個照片是因為這個酒 其實我們圈內的很有名的製作人 他們特別為大S跟巨菌營業量身訂座 然後大S寫的那個留言非常的浪漫 他說在微涼飄雨的夜晚 適合什麼樣口味的調酒呢 哇 好浪漫 然後他貼出來那個照片更浪漫 是左邊是那瓶調酒 它有一個土樣是藍色的 然後是褲籠的樣子 戴著墨鏡 還有翅膀 這翅膀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天使呢 就表示這男人真的是 上天派來的愛的禮物 顧雲哥快受不了 那我快點講 等一下這一段人家主持人 法官說這一段要正面 正面 我要講一下那條酒的名字 叫巨石已告 小巨的巨 S的S 大S是巨石已告 不錯 好 目前算正面 唯一正面的解讀 還有 我覺得很有創意是呢 這個戴著墨鏡的天使呢 他拿著電話上面是寫S 就表示在跟S通電話 那另外這個右邊的這個圖 當然就是紅色的 這個女孩綁著一個那個馬尾 然後呢 他拿那個電話呢 是K 這個K呢 是聚俊葉的英文 然後表示兩個人 因為電話勤簽了20年 接下來還有一個圖案 當然就是星刑 那這個9有16套 等於就是說朋友要來家裡 等於是有點小心派對啦 然後也祝賀他們 你知道那種粉紅泡泡就一堆 但是 我覺得大S會PO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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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想講些陰暗面 好 沒關係 准理 准理這樣 第一 大S的個性它是非常低調的 為什麼要特別PO這個東西 這有兩個意義 第一 通常一人PO東西 是要謝謝贊助商 所以那個9就紅了 連大陸網友都在討論 那我認為是朋友的好意 但對大S來說 他覺得朋友的這個情意 我也要謝謝他 第二件事情比較重要 要持續的讓聚俊葉的熱度 不會減低 這不得了 你知道嗎 這幾天聚俊葉已經變成 好人到天上去了 就是天使了 這個國民姐夫有多好 以前在一個活動上 他都救了誰 救了誰 救了誰 有情又有義 這個人就差點沒有去領 那個好人好事代表之類的 那大S的這個不斷不斷的熱度 不就是旺夫的一個代表 然後再來各位 以大S過去跟汪曉飛去參加這個實境秀 那就表示大家很期待 大S會不會跟聚俊葉 一起去參加實境秀 而且這一次各位不得了 就算他們不見得去大陸實境秀 他們有可能去韓國的實境秀 因為兩邊實境秀 現在已經非常熱了 他有可能韓國上完實境秀 再去大陸 再去實境秀 那這個大S旺夫的功力 真的非常厲害 而且這我上次提過 光是大S跟小聚之間的這個婚姻 大陸很熱 台灣很熱 韓國也很熱 你知道大陸一直不斷不斷在刷屏 很多人就說 大S就是因為長得太像全志賢了 太美了 這是諷刺嗎 我講的都是很正像的 這是由衷的讚美 他讓男人念念不忘 這是事實吧 汪曉飛都忘不記得他 對不對 改了名又改了名又改回來了 會讓一個男人都留胡家了 北京爺門都變這樣了 不就是念念不忘嗎 不過剛才聖美講的這些 尤其前面是大陸的一個媒體人 在分析他們的這個婚姻 講說大S就嫁給了愛情 那當然他的觀點 就是他的觀點 他說那對 男人找到了金主 可是這整件事情 胡英哥 你如果因為一段完美的 大家講完美的愛情或婚姻這些 因此有一些商業利益 其實那也都無可厚非 可是你聽 你聽大陸的媒體人的解讀 他好像是倒過來解讀 覺得好像對俊俊亞來講的話 那個利益的成分會變得比較重 為什麼要這樣污蔑人家 你們就見不得人家好嘛 對不對 這台灣就是 那是大陸的 大陸的媒體人 大陸也一樣 台灣也一樣 都討厭韓國啊 對 什麼也要搶對不對 端午節也要跟我們搶 泡菜也要跟我們搶 連王建民都說是韓國人 聽了就討厭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林志銘跟日本人 大家都OK 我們喜歡日本 跟韓國人 什麼人不好嫁 嫁韓國人 韓國人又粗魯又歧視女性 本來心裡面就不爽 但是人家是真愛嘛 真愛錢也是真愛啊 真愛錢也是真愛啊 而且真愛錢比較持久 人會變 錢不會變啊 對不對 你會空 看他會亂嘛 對不對 他們演我們就看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嘻嘻哈 你看他不靠他們兩個 我們今天有通告費好賺嘛 對不對 這也是擴大經濟的一個方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樂觀其成 因為他們搞得越熱鬧越好 對不對 我們就越開心越好 就不要光人反而要往壞處想 至於說被利用 我跟你說 人不要怕被利用 這個我們也要互相勉勵 像我到很多地方去吃東西 吃完東西 老闆就來跟你合照 我們就高興跟他合照 因為我們知道 過幾天去就會有 拿那麼大的照片放在那邊 苦林大恩什麼的 大師利林本店 我們能夠被人家利用 表示我們有利用價值 那不是應該值得高興的是嗎 對不對 難道我們還去跟他說 你這個代言費算多少 對不對 我們哪裡看這種小錢呢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覺得好 不管大S利用小聚也好 小聚利用大S也好 張蘭利用大S也好 王小飛也回頭來想利用大S也好 都很好 大家互相利用 大家互惠 經濟繁榮 對 世界和平 OK 可是志姐剛講到這個中間過程 對啦 大家都以為浪漫是年輕人的時候 也沒有啊 你看這次小聚他做完的所有這些 包括喝戒痕啦 做這些 很多這些動作 雖然你是一個理性的律師 會不會感動到這些 我真的完全沒有感動到 是不是鑽戒比較感動 你對這個一點都沒有 那種感動到浪漫 然後覺得哇 沒有 幼稚的 沒有 我只覺得想要 是不是很幼稚 沒有 我只覺得想要 今生兼孝大S 你居然真的就這樣嫁出去了 你太厲害了 但這個厲害是一個負面的厲害 就是因為 因為以我來講我已經是個媽媽了 大S也是媽媽 而且他在懷孕的過程這麼辛苦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對他來講 他的寶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 所以我覺得媽媽在考慮事情的時候 都會把自己的孩子 放在第一考慮去想 那但是因為我過去的個案裡面 就是有一些媽媽 真的就帶著孩子去再嫁 再嫁之後後來也真的生了小孩 那如果說前 就是說嫁的先生那一家 是很敦厚的 就不會有問題 可是到律師事務所來的 會是敦厚的事情跟敦厚的人嗎 當然不是 就是出了問題 那甚至有小女孩 可能就是在 跟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 律師我覺得 你跟我媽媽說 我現在在這個家 我真的很痛苦 自從妹妹她出生之後 所有的人都關心她 已經沒有人關心我了 然後以前很可 對我很好的爹地 或者是爸爸 也是在這個妹妹出生之後 全部的焦點都給了她 那我是什麼 我覺得我唯一的選擇是 我只能回去投靠 我自己的親生父親 當然你說小孩在成長的過程 跟自己的父母 就是說有血緣關係的父母在相處 都會有一些的問題 更換如果說像是繼父母或什麼 當然就需要一些的磨合 但小小小OK 這次大家認婚同時融合兩個因素 一個是跟舊愛 雖然是二十年 這個真的 你說不浪漫也沒辦法 二十年沒聯絡 然後後來離婚以後 然後這個電話不換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一段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是閃婚 在這次的婚姻裡面 這兩個因素都在裡頭 你怎麼樣看好 你想聽正面還負面 還可以跳 對 我想 你那麼沒原則 我想聽你的最新話 節目想要正面 我也很難正面起來 真的嗎 真的很難正面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說真的 演藝圈通常閃婚 不外乎有報復的行為 因為我大膽假設一件事情 今天要是汪曉飛在離婚 就是去年的12月 說他們離婚了 他沒跑出這個女孩子 張燕營的話 現在大概是會結婚嗎 我擺的是個問號 就我們從前跟拍的這麼多的事件來講的話 有太多太多的事件 是可以佐證這一切了 對 包括我之前節目上 有講過的就是台灣第一名模 第一名模 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最後也是交給日本人嘛 對不對 當然這個東西也沒有完全是不對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看過一個 一個很成功的案例就是 慕文衛 慕文衛其實也是嫁給他的初戀 他跟他初戀案情長保了 現在已經第11年 結婚第11年 而且他們是離開22年對不對 他應該說20年 因為前面是馮德倫 馮德倫這9年 其實那個時候大家覺得說 看很看有他們 因為慕文衛出去就到處放散 他也不避諱這一切 但沒想到就有一次 就是慕文衛來台灣宣傳的時候 慕文衛自己在記者會講說 他跟馮德倫已經分手了 大家很驚訝 連基金公司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對啊 那個時候就開始揣射說 是有第三者的介入 結果 這一條新聞出來沒有多久 在半年內 在香港的機場就拍到誰你知道嗎 拍到馮德倫跟許若瑄的畫面 當時就已經有船員 有這一號人物的出現 那個時候慕文衛也沒有講什麼 他也沒講說第三者 他也沒說分手的原因 結果他下一段 下一段的桃花開的時候 就是他的初戀 你看他初戀一走11年 德國的老公到現在跟他還是很好 一走很好 我覺得也是有成功的例子 對不對 還是有成功的例子 也是有成功的例子 對啊 你應該先講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個成功的例子來講 孟輝那個感覺比較成熟一點點 但是大S這個什麼 所有都覺得好像哪裡有點怪怪的 因為跟大S劇進一夜 一模一樣的劇情 已經有人演過了 誰 美鳳姐 我就幫大家回憶一下 陳美鳳 美鳳姐 很多很多年前 早期我們常會到 美國去宣位僑胞 他去美國的時候呢 主辦單位就請一個人來載他們 那這個載他們的司機叫David 然後這個人人很好 就很熱情 然後很多年了 當時的感覺還不錯 所以有短暫的火花 那沒有持續下去 也因為David是在紐約 那美鳳姐就回來台灣了 隔了20多年 有一天David都經歷了兩段婚姻 他回來台灣跨年 他是在電視上 看到花蓮的那個晚會 那個煙火 然後看到了美鳳 然後他就透過各種關係 要去找到陳美鳳的電話 找到了 然後David就說 他看到了煙火 想到了他 你幹嘛看到煙火 想到我 那個親戚要掃一下 那個滿致的 這皮疙瘩 你這沒有吧 我這也掃一下 好 這個男人 是他20年前 等於是 也不能算是初戀 可是20年前的舊情 是 兩個人愛上之後很好啊 然後再加上David 其實自己 他前妻就有生小孩 所以他們也沒有要生小孩的問題 結果兩個人有一次開車 各位記不記得當時有個大新聞 就是哪一個隧道 不是過去的時候貪方 然後美鳳姐跟David 就是過了那個隧道的時候 塌下來 就那一秒他們逃過死劫 所以當時給他們一種 恍惚隔世 要珍惜現在 如果生命就在那一瞬間 把握當下 結婚吧 對不對 完蛋了 陳美鳳有多少身價 David有 大家懂 那結婚 那是一種愛 對是真愛 那接下來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了 接下來無止境的大官司 然後花了很多很多的錢 撥坎坎 坎坎到美鳳姐搭飛機要去紐約 結果那個飛機中間馬桶壞掉 還飛到安特拉茲去 真的啊 飛機就是馬桶壞掉 跟他們這有什麼 我也是說 我也是說 坎坎啊 連飛機都不順利啊 還要中途降落啊 我們終於我們終於有正面了 是啊 你看這人生前面的煙火多美 到後面的飛機的馬桶都可以爆漿 這個畫面 煙火對不對 然後接下馬桶爆漿 這做個動畫好不好 這收視率破八 是誰 好 對 對啦 你說美鳳有這一段 其實真的是蠻坎坷的 當然我相信大家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蕭哥 你在節目裡面講說王曉飛 也講說張穎穎 那你要解釋一下 後來不是張穎也出來講說 誰要去幫他生孩子 誰要幫他什麼 然後王曉飛也講說 真的很對不起他 就其實兩個人好像 沒有什麼樣的關係或什麼 這段你怎麼解釋 這一段其實我們前面 還要補充一件事情 他當時說 很對不起張穎穎這件事 前面是祝福大S 他是在同一篇文章裡面 祝福他的名字 祝福大S 下面不忘就是對不起張穎穎 為什麼會這個 因為其實外界都知道 外傳說 就是因為張穎穎一直背負了 小三這個名字 就我昨天打電話去問的一些 知情人士他們講說 兩個目前沒有分手 是沒有分手 只是女方不願意背負小三的罪名 OK 因為其實兩番都想要洗白 其實大S現在已經落幕了 沒想到大S落幕的時候 看戲的人還在繼續在追這個戲 拿這個戲來罵這場戲 所以就覺得這場戲演得不好 對不對 希望狗仔的能慢慢擺平 很難擺平你們知道嗎 因為其實就是 時間上面一個時間軸 你們的順序就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我們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覺得說 其實張穎也不算可憐 因為他其實通道也都執行這件事情 都是知道的 那汪曉飛他現在只是就是想要 撫平一切的形象 OK 那 古英哥 我們正面一下 正面一下 總是要祝福人家嘛 我們接手的時候 接第二手不要接第一手 接第一手就會背上小三的罪名 破壞人家感情 對 我們如果接第二 現在如果再後面一個再接的就沒事了 所以 好不好 我不是要你正面 這一段 我是說你對大S跟小巨的這一段婚姻 難道都沒有一些正面可以祝福 或是提醒他們什麼 可能可以對於你擔心的問題 就可以跳得過去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以大S的智慧 以大S的才能 大S這件事情一定會弄得很好的 風生水起 沒問題的 不管你們是真的 是假的 是長久的 是短暫的 對不對 就是煙火 就是煙火 你看全台灣的上空 都是你們兩個的煙火 煙火我放完了 因為我放完天黑 大家回家 雖然告自己 鼠龍公雄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真的應該深切的以以祝福 不管你這是為了什麼 大家不要在這邊瞎猜那些動 你就相信說 我就浪漫一下 我就愛 我以前沒這個本事嘛 你看看 含著眼淚 看你不認我 看你不要我 今天我總算有本事了 我能力把你從那邊叫過來 對不對 老娘的從小要變天鵝 這樣算正面嗎 這我感覺不出來 對 就是說 我們女生對不對 你看我們金 對 你看 不好意思 脫一下衣服 你要幹嘛 對 人家 我們女生人格要獨立 情感要獨立 財務要獨立 我獨立 我後面還有字 我光榮 等下在補拍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女性獨立的好處 對不對 我當年得不到獨立 我現在就得到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講感情方面 我們光講女性的立場 女性主義的立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 我覺得今天 大概只應該成為今年的時代風雲人物 終比哲倫司機搶 我不曉得 這樣正面吧 這樣正面 其實婚姻真的問題有非常非常的多 不管你是閃婚或是在交往了很久 那等到結束婚以後 剛講的那些問題 其實在婚姻裡面 大概多多少少都會出現 那該怎麼樣去解決一切的問題 有人說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有有 但我相信以大S的智慧 跟大S各方面來看 能夠把這個真愛長長久久 OK 不管怎麼樣 祝福大S各小巨 也希望所有人碰到婚姻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非常理性的 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鄭教授 我們下次見 拜拜